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到年老生活 你担心的不只是你自己 还担心小孩 有没有结婚 有没有嫁得好 或是小孩儿子 有没有交到好的女朋友 或老公有没有乖乖地在家里面 所以双子座他是一个 想很多 会想很多 而且还是会有精神好弱的心情 你才精神好弱的 不是 我要精神好弱 我这个人 不要着急 很懒惰 不要好弱 我都爱想事情 我不会好弱 我抵死不从 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比较操心 好啦 你的提醒我会记住 那其他人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 为什么 怎么可能我没上榜 我觉得我们观众朋友应该会着急 就是说他到底有些谁是 退休可以安逸过生活 我觉得如果是土星在金牛座的话 他到老其实还想赚钱 就是说到年老以后 他觉得赚钱 赚更多的钱应该是他的梦想 我觉得处女座可能没有打算退休 土星如果在处女座 他永远 我老公是处女座 他就没有退休这两次 所以他一直会工作到老 那么摩羯座的 如果是土星在摩羯的话 可能会稍微辛苦一点 它是一个比较苦命的状况 可是这样听起来 土象的人其实 就算他们没有很富足的生活 但是其实不愁没钱 因为他一辈子都想着如何赚钱 对 其实我们身边很多朋友 他到了年老 仍然没有退休的打算 就是一直会工作到就是 土象 对 我觉得像我那个王永庆 累累的 你懂为什么 因为他是摩羯座的 那么如果土星在巨蟹座的话 我觉得他的退休生活 其实就奉献给家人 比如说帮子女或带孙女 或带外孙女这种感觉 那么如果是土星在风向星座 比如包含双子座 比如说你刚刚是双子座 精神好过的现象 那天平跟水瓶座的话 我觉得在天平座的话 其实就是重点就是 跟朋友在一起 他就觉得非常的满足 玩乐 对 玩乐 那么水瓶座这件事情 我觉得看他当时的心态 跟当时的状况很难说 因为他有可能是外星人 要回外太空 也好 那个时候应该可以回外太空 对 那如果说土星在这个 土星是不是都在火象 对 在牡羊座的话 他可能会在年老的时候 我觉得比较没有办法 那么好的富足生活 因为主要是他的脾气平衡 有些那种怪老头 或者是年轻 看道地的老人家 对 要特别小心 那么如果说 土星在狮子座的话 我觉得很多老人 也没能够过富足生活 取决于他的心态 他爱不爱掌权 如果说控制欲太强的话 也没办法过这个富足生活 所以我们提醒是做朋友注意 而且这辈子你都没想到 土星影响到我们老后的生活 这么重吧 对不对 所以 真的 艾老师 算你厉害 来喽 我精神耗弱 我本来给你 来 观众朋友请注意 所以如果喜欢我们命运好好玩的节目的话 请上YouTube上面搜寻 命运好好玩官方频道 就会出现这个页面 是 然后这边红色的订阅给它按下去 您就可以每天随时收看 命运好好玩 我在这里等你 你会儿的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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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